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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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 我是林伟玲老师 在今天这个单元 我们要来为整个的天路历程 以及在这个属灵的整权上面的追求 做一个总结 那在总结的当中 我们要来谈到属灵操练 跟这一切的成长的一个关系 当我们谈到 我们希望能够效法基督 能够达成像基督成长的一个样式 在智慧深量 神和人喜爱的心 都能够一同来增长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需要学习一件事情 就是妥善地运用好的属灵操练 叫我们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目标 可以向基督 可以成熟长大 可以各尽己职 可以在基督的身体里头 发挥我们的功能 那如果我们要能够这样做 我们需要的就是要有这种 属灵肌肉的锻炼 那因此在这个历史历代的当中 我们有谈到许多不同的一个方式 方法来帮助我们 这些都叫做属灵的操练 我们先来谈谈 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些操练 会怎么样呢 其实它的代价 就是会让我们失去 我们所期望的一个丰盛的生命 所以如果我们期待 我们能够成长 能够壮大 其实就好像一个人 他希望能够未来长大了 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他一定要经过学习的历程 他要读小学中学大学 甚至于再多一点点 这些学习 那其实如果我们 没有经过这许多的 这些的操练呢 那就会使我们 失去了这样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经历 所以属灵生命跟侍奉的成长 其实是需要有良好指标的努力 那因此我们会说 属灵操练就是帮助我们 能够达到这些良好的指标 那些目标的一种 努力的途径跟方式 那所有这些方式呢 我们也需要先有一个了解 也就是每一个人其实不一定都合适 同一种的操练的方法 所以每一个人可能会 需要或者说是 会适合不同的操练方式 那这个也是一个主题 我们可以未来可以来谈 就是事实上我们在不同的个性气质 我们不同的恩赐的里头 不是所有的属灵操练都合适所有的人 我们会有比较合适我们 会有比较吃力的一些的方式来做 那是不是你做了就一定会有 非常和你自己期望的 那样的一个结果跟那样的一个进步呢 其实也不然 那我们会说 其实这些的方法 这些的操练 是我们人为的努力 可是呢需要的是神的恩典来帮助我们 来得着这样一个结果 但是我们特别需要去防止的 或者说是这当中我们需要小心的陷阱 就是不要把这些呢 当成是我们的目标 这些的学习 它的确只是一个方法 它只是一个手段 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是 这个目标会有错误的态度的时候 就会造成所谓的律法主义 而这律法主义 其实就是在耶稣的时代的里头 许多的人已经觉得 亲近神变成是一个很累的一件事情 这个很困难的 是一个非常地繁琐的一件事情 这就是法伊赛人所造成的一个问题 所以律法主义 其实到后来 会让我们失去那个喜乐 那因为我们一直想要掌控那个结果 但是我们会说良好的指标的努力 它的成果其实也是透过上帝的恩典 我们才能够得着 所以呢 基督徒不是不需要去操练的 我们会说其他的异教 他们都在修行 基督徒是因信称义 这指的是我们能够在神人面前 被接纳这件事情 是不透过自己的努力去得着的 但是我们在基督的里头 已经被接纳了 可是我们要成熟长大 要像基督的话呢 我们是不可能 不需要操练的 那或者说我们用外面人的说法就是 你是不能不修行的 所以事实上人为的努力 其实是有必要的 因此在属灵超典里头 我们的信念是 其实恩典并不与努力相赐 它只是与赚取不相容 所以我们的成长不是因为 我们自己的努力这样去赚来的 可是呢 其实上帝会给我们恩典 这个跟我们自己的努力 其实并不互相的排斥 人需要尽上我们的努力 努力去能够尽到这样的一个窄门 以至于让我们可以成熟长大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到 所谓的属灵成长的金三角定律 那这是西方的一位 这个灵修的学者 这个威乐德他所提出来的 所谓的属灵成长的金三角定律呢 也就是它的一个目标呢 是使得我们能够有基督的心 是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 当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 我们所做的一切 其实我们就会像基督一样 那也就是说 我们的成熟长大 能够达到以基督的心为心 需要有三个方面的 加起来的一个努力 然后我们就能够成就 这样一个属灵的一个操练 那这样的谈操练是因为 事实上呢 在圣经里头保留也提到说 我们要穿上基督 而能够穿上基督 其实就是效法 耶稣所做过的一切的操练 如果耶稣在地上 成为一个人的时候 他都有在成长上面的一些学习 跟一些的作为的时候 我们效法基督 我们也就当然做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基督徒 他需要不断的去 效法去学习 去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良好指标的一个操练呢 事实上是我们的经验里头 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 其实重生这件事情 是使得我们开始 开始有机会 能够跟天国的律连结在一起 也就是当我们重生 我们领受了圣灵 我们就开始能够懂 也就开始能够让 所谓天国的次序 跟天国的力量 开始有功效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 那也就是在我们的心灵 在我们的意志思想 以及在我们的身体上面 我们才有机会 开始过天国的一个样式 跟次序 就是神所期待的 喜悦的那个道理跟次序 开始可以在我们生命里头 展现出来 可是这个是一个历程 成长它始终是一个历程 所以只是信主 这个状态 其实是一个属灵的婴孩 所以在哥林多前述 也谈到有一堆的知识 并不表示我们已经长大成熟 所以在我们的成长的历程里头 一个人 当他还只是属灵的婴孩的 样式的时候 他其实在习性上面 是还没有办法接受 圣灵的管制跟联合的 所以也许我们在跟 圣灵的联合上面 其实还有许多的不足 那因此这个保罗 勉励我们说 要在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 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 要在这个世代里头 显出好像明光照耀 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 光和炎的生命的一个影响力 其实是要越来越多的去经验 我们的肉体不再是控制我们的 而是靠着圣灵可以治死 身体的恶行 我们去经历所谓的 依靠圣灵而活 而能够越来越成熟的 去经验这件事情 跟发生这样的一件事情 它不会你越来越老 它就自动会发生 这是不可能的 它需要的是 它需要的就是我们 不断地在学习的上面 与神同工 以至于在习性的上面 有效地不断地经历圣灵的管制 这就是我们过去谈的四个方向 在心思意念的成长上面 我们要去关顾 我们要去操练 在身体的成长 成为属灵的身体的一个发展 不是只是你越来越老 机能越来越失去而已 然后呢 在人际的上面 在爱神的上面 这些都是需要逐渐地学习 而这个学习的历程 包括去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包括改变自己的思考方式 也包括学习怎么样 让圣灵来逐渐地塑造 我们的说话形式 跟我们的意识 我们整个的人格上面的一个健康 所以当我们越来越能够 被圣灵管制的越来越少 被我们的老我跟肉身的限制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会在说话 形式跟顺服神的上面 越来越像基督 就成为了上帝义的器具 所以这里头其实就是说 我们期待能够越来越像基督 最后能够这么样的 跟神融合在一起 然后可以荣耀神 可以行出神的旨意 那我们能够有基督的信心 能够拥有基督的能力 活在这地上 说话形式都有大能 其实这就是我们在 《词徒行传》里面看见 那些带着圣灵 越来越成熟的能力的 这些的门徒 他们的表现 是跟以前是 真的是 这是非常的不同 那判若两人的 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展现 越来越有那个能力 也越来越有爱的 那样的一个能力 活出圣爱来 也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 那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 其实就是需要这个 金三角的操练的定律 最后的目标是让 基督的生命活出来 那因此呢 有三方面的操练 第一方面呢 其实就是这里面所看见的 在我们的荧幕里头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我们需要学习 从日常生活的试炼 跟试探的当中去学习 这是指什么呢 那在雅各书的这个里头 其实就提到 雅各书的作者雅各 他是耶稣的兄弟 在耶稣的这个一同生活的 这个过去的历程里头 其实他们很真实的看见 耶稣成为凡人 你可以这么说 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般的人 那他是怎么样经历过 平凡生活的磨练 那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 其实属灵操练 是从哪里呢 就从很平常的生活开始 接受上帝给我们 这个人的机会 也就是神都会给我们 不同的时间跟空间 我们出生在不同的家庭里头 我们有这样的父母亲 这样的兄弟姐妹 这样的学校环境 这样的国家 政治的经济的各样的环境 这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跟环境 也许我们不喜欢 也许我们觉得好辛苦 可是日常生活当中的 试炼跟试探 正是雅各看见他的兄长 耶稣怎么样在这当中 成为了上帝的庆 所以不要轻忽 不要拒绝 不要逃避 那这些所谓的很平凡的 生活的里头 其实充满了塑造出圣徒的 一个机会跟一个途径 所以在雅各书的一章二节里面 就提到说 我的弟兄啊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 要以为大喜乐 其实这就是当代的人 他们遇见的 我们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时代里头 我们遇见不同的考验 不同的困境 当我们遇见这个经济的大萧条 我们遇见这个 不同的政治的一个 一个情势的时候 其实那都有很多的考验 在这当中 那其实他说 这都是一个经历上帝 能够越来越 认识上帝的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的信心 经过这一切试验的时候 雅各书勉励我们 要生忍耐 而且忍耐也要成功 使我们可以成全完备 毫无缺陷 那在罗马书的第五章 前面的五节里面 也提到 当我们站在上帝 给我们的恩典的里头 我们能够欢欢喜喜地 盼望上帝的荣耀 并且就是在患难当中 也可以欢喜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就会使我们 不至于羞愧 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已经把上帝的爱 浇灌在我们的里头 所以事实上 接纳我们所在的 一个环境跟机会 其实那也是一个 属灵的操练 不一定我们要进到深山里头 不一定我们要在 所谓的修道院里头 就在平凡生活的当中 这也是宗教改革者路德 他所说的 平凡生活 真实的生命 那是一个塑造 我们上帝 给我们的一个 场域跟环境 而在这当中 我们要依靠 圣灵的帮助 忍耐成功 并且去经历上帝的 同在跟他自己的爱 这个金三角的 这个另外一个边呢 就是我们要去经历 所谓的在圣灵里头 依靠圣灵的行动 那在这当中呢 特别就提到说 我们既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我们才能够进神的国 那也就是说 一个重生的生命的里头 我们领受了圣灵 因此我们就开始 能够有机会去经历 依靠圣灵来 这个行动这一件事情 那也就是我们 开始可以学习 能够与圣灵同行 这个是所谓的 越来越像基督的 学习里头的 第二个层面 那在这个第二个层面的里头呢 我们会不断地 经验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离开之后呢 他就说他派 他差遣保会师 圣灵到我们的当中 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 所以其实圣灵 是等待我们邀请 以至于他可以 进到我们的里头 来为我们工作 来帮助我们 那当我们能够 越来越多地学习 圣灵其实是 那位帮助我们的 并且也感动我们 可以去行耶稣所行 去回忆耶稣所说 其实这就是耶稣 提醒他的门徒 将来在他离开之后 圣灵会不断地提醒 到底基督的心意是什么 那我们就会 在圣灵的运行当中 不断地被经历 一方面会使得 我们的内在生活 会越来越多的 能够充满天上的喜乐 跟和平 所以事实上 那圣灵的工作 你可以说有两方面 会显在我们的 生命的当中 一个是外在的 就是圣灵会 赐给我们恩赐 所以这个恩赐呢 使得我们可以彰显 我们作为基督的 身体的功用 那圣灵会随着 自己的意思呢 就赐给我们 这许多的能力 这些所谓的恩赐 所以呢有的人 他们可能是 非常会带敬拜 有的人他们 能够做医治 能够做祷告 总而言之 每一个人 可以在依靠圣灵的里头 我们都领受了 某一份 这一份呢 是使得我们 可以在整个 基督的身体里头 我们可以发挥 我们的功用 使得整个的身体 可以越来越健壮 其实这当中 我们自己会得到 非常大的喜乐 那另外一个 圣灵的工作 显在我们的 生命的里头 这是圣灵 同在的一个结果 那不是本质 是那个结果 那这个结果呢 显在内在的 就是圣灵会使我们 得着所谓的品格 就是圣灵的果子 他会更新 我们的品格 也就是我们 越来越能够向基督 使我们那个脱离 我们血气里头 有人就是 我天生就是很 没有耐心 我的脾气很大 事实上 的确我们每个人 都有我们先天上面的一个 缺陷跟一个困境 可是圣灵可以帮助 所以使得那个 很脾气很大的 约翰 其实到后来 成为一个爱的使徒 所以其实 人有可能改变 但是只有在 圣灵的工作里头 才有可能有 这么大的改变 那因此在这个 加拿大书里面 就提到 圣灵所结的果子 就是仁爱 喜乐 和平 忍耐 恩慈 良善 信实 温柔 节制 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 那也就是当我们在基督的里头 我们把我们肉体的邪情 私欲 定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那圣灵就帮助我们 能够依靠他来行事 那这个工作呢 这个第二个项度呢 就是当我们学习倚靠圣灵 并且去经历 其实圣灵真的能够引导我们 在外在跟内在的生命里头 叫我们能够越来越像基督 以至于让我们可以 越来越靠近基督的心 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的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得着了 我们以前所没有的 一种形式的能力 一种形式的一个恩赐 同时也在我们的里头 开始长出 可能我们以前没有的一种品格 那特别是在 这个品格的最后一项是节制 这是一个成熟的 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 一个标志 一个人的成熟度 其实就在他懂得节制的上面 其实就可以成为一个分辨 成为一个指标 所以当那个圣灵的果子 就是我们内在的品格越来越多的成长出来的时候 在做属灵的操练的时候 我们倚靠圣灵的时候 会逐渐去经历到的一件事情 那第三方面 在所谓的三角形的 这个第三边 所以我们说三角形是三边 第一边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的里头 去忍耐 去经历那个熬炼 那个试炼跟试验的时候 我们会越来越像基督 第二个是我们倚靠圣灵 以至于让圣灵工作在我们的生命的里头 一个重生的生命呢 就有机会越来越能够不再是属灵的婴孩 越来越长大成熟 那个长大成熟就显出 在外在的那个恩赐上面的成熟长大 那个运用 在发掘在发挥的上面越来越成熟 同时也是内在的生命 其实这是缺一不可 你不能只有外在而没有内在 也不能只有内在而没有外在 这都使得我们在整个人的生命 在像基督的上面是越来越整全的 那第三方面呢 就是有计划的操练 所以前面的是上帝把我们放在 某一种的时间跟空间 现实生活的遭遇 第二个是透过依靠圣灵 那这两方面其实都是神做的 也是我们需要跟他配合的 可是第三方面其实指的就是 我们自己可以做的一种良好的计划 是有良好指标的一种努力 所以有计划的操练是非常的有帮助的 那在格罗西书三章十二节里面 提到说我们既是上帝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 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 也就是说我们要穿上这样的心 那也就是上帝会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心 特别还有的是经文 特别是在彼得后书的一章五到十节 其实彼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物 我们看见这么样的一个有这种人性的一个人 他怎么样改变 那因此他所写的东西也非常的具体的就告诉我们 在彼得后书的一章 特别是第五节里面 一直到这个这个第十节 他里面提到说 因此呢我们得着基督 我们就要分外的殷勤 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应许 那有了信心呢就要加上德性 有了德性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敬虔 有了敬虔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 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我们如果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就必要使我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面 不至于闲懒不解果子了 那因此呢其实这里面就应许 如果我们更加的殷勤 就会叫我们所盲的恩招和拣选 坚定不移 并且会叫我们这样行的时候 永不施脚 那因此其实彼得很清楚的 把这个像基督的操练 把他给带出来 第一个就是信心 当然是指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 这些东西是没有开始的 而信心也是上帝所首先赐下来的恩典 然后呢我们就要加上德性 加上知识 加上节制 加上忍耐 加上敬虔 加上爱弟兄的心 所以这些都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情 就是操练这件事情 是人可以去学习 可以去努力的 那这个属灵操练礼礼战 或者是这一方面的不同的书 虽然它们的分类不同 可是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 人有我们的本分 我们所做的努力 其实在恩典的基础的上面 都会叫我们能够越来越成长大成熟 那我们上次已经谈过这四个方向 这四个方向 其实这里头都有许多的操练 而这些的操练呢 它要达成的最后的一个目标 其实就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 其实当我们在宣扬基督的时候 他说 特别是魏勒德 这位学者他提到说 那些在宣扬基督 却在向基督上面毫无长进 是因为不曾好好的 有条理的去实践操练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把福音传出去 自己却失去了 那是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我们自己 没有好好的让自己来成长 那因此这三方面呢 需要我们一加一加一 把它合在一起 没有一方面 它是可以独立的 当我们这方面努力了 让它整合 让它在我们未来的岁月成长 这样的去 殷勤的去做的时候 我们就必然要在 向基督的上面 能够越来越长大成熟 所以祝福大家 也愿大家 开始在未来的日子里头 来思考 并且来学习 在每一个有的机会的里头 我们去殷勤的来做 让我们自己在未来 在长大成了 在像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操练上面 能够不至于闲览 能够结出果子来 是我们的父得着荣耀 祝福大家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避将同地道 就是我们 我们一样心靠着道路 因为学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眼睛 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见 积福大家 我们下期见 将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